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我原是犹太人,生在基利家的大树,长在这城里,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,热心侍奉神,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,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奸,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 我又领了他们达瑜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瑟去,要把在那里奉得道的人所拿,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 我将到大马瑟,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,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,我就扑倒在地,听见有声音对我说,扫罗扫罗,你为什么逼迫我? 我回答说,主啊,你是谁?他说,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纳光,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 我说,主啊,我当做什么? 主说,起来进大马瑟去,在那里,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,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瑟。 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,按照律法是虔诚人,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 他来见我,站在旁边对我说,兄弟扫罗,你可以看见。 我当时往上一看,就看见了他。 他又说,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,叫你明白他的旨意,又得见那议者,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,所听见的,对着外人,为他做见证。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? 起来,求告他的名受洗,洗去你的罪。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,在殿里祷告的时候,浑游向外,看见主向我说,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,不可迟言。 因你为我做的见证,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 我就说,主啊,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间里,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。 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,我也站在旁边欢喜,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 主向我说,你去吧,我要拆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,就高声说,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,他是不当活着的。 众人喧嚷摔掉衣裳,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 前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,叫人用鞭子拷问他,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 刚用皮条捆上,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,人是罗马人,又没有定罪,你们就鞭打他,有这个力吗? 百夫长听见这话,就去见前夫长,告诉他说,你要做什么,这人是罗马人。 前夫长就来问保罗说,你告诉我,你是罗马人吗?保罗说,是。 前夫长说,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集。 保罗说,我生来就是。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 前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,又因为捆绑了他,也害怕了。 第二天,前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,便解开他,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,将保罗带下来,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 。